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国亚丹地茂的最大分布区在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 而最为特殊的区域则在新疆准嘎尔盆地 巨大的古湖泊沉积下来厚厚的泥土 在河水干涸之后 大风把它们雕刻成今天的模样 平盏的顶部是原来的河底 像斗崖一样的侧面则是风的杰作 每当风起飞沙走时 土丘群内发出凄厉的呼嚎 阴森恐怖 人们常常称之为魔鬼城 准嘎尔盆地 何以出现集中连片的亚丹地貌 这一地质奇观 对于西北地区的气候环境的研究 有着怎样的科学价值 就在准嘎尔盆地的西北方向 一座试所罕见的彩色龙骨 铺沉在这片大陆深处的隔壁荒原之上 犹如万龙飞腾的亚丹奇观 向人们展示大自然塑造万物的强大力量 同时也向世人抛出了一个又一个 难解的自然之谜 彩龙所在地 位于准嘎尔西北部边沿 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境内的龙脊骨 相传 那里是天上飞龙在人间的歇脚之地 每到太阳出生之时 人们能窥视到群龙腾飞的壮景 于是科考族选择在凌晨三点出发 去探寻这片神奇之地 龙脊骨距离 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县城 大约70千米 汽车下了柏油路进入戈壁 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准嘎尔盘地深处 车辆在夜晚的戈壁滩行驶 本身就极具挑战性 道路两旁没有参照物 处处是被风和水侵蚀出的沟壑 戈壁滩看似平坦 但却常常让车毫无征兆地陷入沙丘 荒漠中行车需要结伴而行 一旦不小心落单将会非常危险 三小时以后 当太阳腾空而起时 科考组见到了令人震撼的一步 在晨曦中 一排排红色岩石构成的龙井 就像一条条腾跃在空旷荒漠中的骏龙 绵绵起伏的土丘顶部 一排排直立挺拔的岩石 恰好构成了巨龙的脊背 让飞龙显得活灵活现 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亚丹地貌的共有印象 我们来到了一处沟谷 试图从这里揭开这片龙脊骨形成的奥秘 这是一个沙岩形成的岩墙 因为很硬 周边是软性松把它突出出来了 可是你看又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成皮状呢 这就是大自然外力作用 太阳晒着它热了 热穿到里头去 晚上冷了 热胀冷缩 再一个呢 就是不有裂缝吗 冬天水进去了 进去一结冰膨胀 所以这成了 一片一片的下来了 卖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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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脊骨神奇的龙脊 究竟融合形成 这种奇异的形态 让地质专家也感到疑惑 向导说 准干尔盆地的亚丹地貌 并非都像龙脊骨这样 就在距离此地 大约70千米处 还有一片 更大面积的亚丹地貌 那里的地貌 与龙脊骨却完全不同 夜幕降临 克拉玛一世乌尔河区的村民 点燃火把 进入一片山谷中 他们攀爬上土丘 不断在山谷里来回穿行 试图走遍每一条沟壑 相传 每当夜幕降临 这里总会传出魔鬼的哀嚎声 极其恐怖 所以 每年即将进入冬季的时候 村民都要举行这样的烧山仪式 其寓意是驱赶 并烧死山丘里的夜魔 第二天一早 欢快的舞蹈跳起来 烧山驱赶夜魔之后 人们欢庆着 安定生活的来临 这里是当地最有名的魔鬼城 蒙古族人马这里称呼为 苏鲁木哈克 是魔鬼居住地的意思 高低错落的土丘 造型千奇百怪 1999年 李安导演在这里拍摄制作的电影 《卧虎藏龙》 让这片奇异之地闻名下尔 刘德光 高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质勘探工作 特别的零碎 特别的不规则 地质专家刘德光老师说 一亿多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大风 洪水将沙粒搬运到湖水中 逐步沉积 形成了 尖加着沙岩和泥板岩的岩层 而细的岩性来看的话 它可能 更多的可能是三角洲象的沙层 就是它是在湖泊背景上 沉积的这种 三角洲象的这种细沙岩 刘老师说 随着地质运动的变化 大约七千万年前 包括准嘎尔在内的广大区域 逐渐抬升 称为陆地高台 由于岩层交接坚固 台起后的地层 依然平整 完好 地质学称其为戈壁台地 这片就是魔鬼城这套地层 白鹅系的一套 红波三角洲象沉积的一套地层 这个地层就是沉积完了以后 主要是那个枣白鹅 它沉积完了以后 然后后期伴随着阎山运动 使这块整个地层 抬升起来了 进入第四季 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 青藏高原快速隆起 高高耸立的青藏高原 天山 阿尔泰山等 将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完全遮挡 降水量急剧减少 蒸发量增大 中国西部温暖湿润的地区 逐渐演变为炎热干旱的荒漠地带 在它胎生的过程中还伴随着一些断层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断层就把这个地层切割成几大块 然后在后期的风雨 包括降水的一些这种长期的作用下 然后在寝室在破坏改变的这种最初的这种地貌 然后把这种地貌切割成现金的这种形状 在极干旱的环境里 荒漠上的戈壁台地 首当其冲受到大风的侵袭 大风沿着台地表层干涸开裂的裂缝吹石 将地面上不规则的龙脊和宽浅沟槽 逐渐豁大加深 演变成具有独特魅力的魔鬼城 面对耸立的沙漠奇异之城 人们震撼于大自然的巨大威力 更震撼于千万年来沧海桑田的变迁 然而相距不远的两片亚丹地貌 为什么会出现迥异的形态呢 龙脊骨那块就是 首先就是它那个地层和这有些不一样 它趁机那套地层是一套 就是侏罗系的地层 刘老师说 魔鬼城是典型的亚丹地貌 而龙脊骨形成虽然也受到大风的影响 但是它却是岩石构造地貌 等地质运动发生时 龙脊骨这个局部小区域发生褶皱 形成背斜 泥制岩层被剥石 流向了坚硬的沙岩 这便是土丘上阴影排排的龙脊 正好背斜的中心 岩层直立了 当然经过后期的风化作用 雨林日晒等等各种运素 现在表现得非常壮观的 这么一个直立的岩层 在大风激荡 黄沙遮天的茫茫戈壁上 一座座陡的土丘 隔着亿万年的光阴 向我们述说着遥远而神秘的故事 李老师说 地壳的运动是龙脊骨形成的原动力 而沙漠大风是准嘎尔 连片亚丹地貌的塑造者 那么盆地内的强劲大风 又是从何而来呢 米努尔艾明是托里县 一位普普通通的塔塔尔族老人 他有一手制作东布拉的绝活 四十多年来 他的东布拉伴随着牧民迁徙 放牧 让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 与地域风情的古老音韵 在广阔的草原上流动传承 托里县是哈萨克族牧民 重要聚集区 作为游牧民族 哈萨克族牧民 完全凭借多年的经验 敏锐地踩踏着季节的节奏 赶着羊群 在海拔不同的地方游走转场 而距离县城26千米的老风口 是他们游牧最不愿踏近的地方 牧民介绍说 每当冬季大风骤起 金雪狂舞 常有人畜死亡事件发生 据托里县制记载 1966年1月31日 塔城峨民两地发生强风暴 26人在老风口 因风雪迷失方向 科考组来到这里考察 一路上 科考队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标识 道路两旁树立的不是路灯 而是一些箭头朝下的指示牌 我们一般路边都是路灯 它这个好像不是路灯 对 这是干什么用的 它是一种指示一种路标的一样的 就是说咱们这地方不是风多吗 尤其是冬季 这个降雪之后 这个造成这个风吹雪 这路面路际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看不到路际 李盈奎说 到了冬天 大地白茫茫一片 司机只能通过悬刮的箭头 判断路面的宽度 近年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塔城地区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对老风口进行生态综合治理 完成9万多亩生态造林 形成了40多千米防护林绿色屏障带 在治理大风的同时 当地安装建设了风力发电机组 将大风变为清洁无污染 永不枯竭的再生资源 平均风速当时我们做可验 大概是在7米左右 就是每一天 平均到每一天 如此丰富的风力资源 是从何而来的呢 技术人员说 老风口7级以上的偏东大风 一年达到115天 而7级以上偏西大风 仅有33天 这一说法让科考队员大感疑惑 受地球自转的影响 地球上的盛行西风 应该自吸向东运动 为什么老风口 会出现风从东南吹来的怪象呢 老风口是咱们新疆 旧大风区之一 它主要特点是 大风人数比较多 第二个是它风的强度比较强 第三个风的持续比较强 持续时间比较强 老风口位于巴尔鲁克山 与齐吾尔喀叶尔山之间 是新疆唐地区 通往乌鲁木齐的交通要道 每年10月至来年4月的冬季 面积巨大的准嘎尔盆地 降温迅速 而塔城盆地降温较缓 两地温度差变大 导致空气流动产生气压梯度力 空气流动肯定是从高气压 到低气压流动 刚好咱们这个地形是 有冬高气低 所以就是造成这个偏动大破 大风从东往西穿过老风口时 气流由开阔地带 流入地形狭窄的峡谷 受这种狭管效应的影响 老风口形成了强劲的偏东大风 每年5到8月 两个盆地之间的温差减小 老风口则变为以西北风为主 从老风口往东约160千米 便是乌尔河魔鬼城和龙脊谷所在地 大风从山南两侧 实际上鬼附神工的亚丹地帽 随着对种嘎尔盆地 亚丹地帽考察的逐渐深入 一个之前大家颇感疑惑的问题 也慢慢有了答案 天山北部的准嘎尔盆地 是固定或半固定的沙漠里 而在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 像塔克拉玛干沙漠 却是以流动的沙丘为主 那么为何南北两地 会在自然环境上 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呢 对此 专家有了清晰的答案 准嘎尔盆地四面环山 阿拉山口 老封口 俄尔吉斯大峡谷 是盆地最重要的气流通道 进入准嘎尔盆地的气流 一直往北 受到阿尔泰山的阻拦 在当地形成少量降雨或降雪 而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 四面都是高大的山脉和高原 暖湿气流根本无法进入盆地内部 西边有帕米高原 然后还有一些山西挡住 就是我们叫西昆仑山 挡住以后 这个西风的影响就小了 所以那地方就比较偏干 正是天山南北降水量的不同 塔克拉玛干沙漠沙丘众多 四处流动 而准嘎尔盆地内的沙丘 被一些耐旱址被覆盖 形成了世界少有的 固定半固定的沙漠区 新疆也因此形成以天山为界 南疆属于暖温带 北疆属于中温带的地理格局 水是生命之源 有水就会有生命 看似荒凉的准嘎尔盆地 其实是冻植物的天堂 绿浪与黄沙交织 生机与危机并存 越是极端的气候环境 越能体现出生命的顽强 荒原戈壁中水草丰美的草场 养育了一代代生活在此的人们 松立在茫茫大漠上的地质奇观 更加显示出 这片土地的神秘与传奇